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著名的哲学家大卫·休默的哲学思想 前面的内容我们分享了休默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质疑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休默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他怀疑的是任何不以直观和印象为基础的知识的必然性和确定性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 休默说,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因为太阳晒,所以说石头发热了 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 但休默认为人们看到的是两个事实 一个是太阳晒,一个是石头热 虽然太阳晒在前,石头热在后 但是我们如何确定太阳晒就是石头热的原因呢 我们看到的只是两个事实 但没有看到因果这样的概念 也没有看到客观世界的因和果 人们通常认为因果关系只是一系列类似现象的多次重复 多次看到太阳晒在前,石头热在后出现 于是我们就把在前的现象称之为原因 在后出现的现象称之为结果 这正是类似反复现象出现之后 大脑中所形成的习惯性联想 这不是客观规律 而是我们心理上的事实 那修默有此推断说 像因果性这样的被人们称之为规律的联系 没有必然性 它只有豁然性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豁然性 其实豁然性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机会豁然性 一种被称之为原因豁然性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原因的不确定性 前面我们聊到了 因果关系是一种豁然性 它没有必然性 即便是太阳东升西落和人必有一死 这样的观点 也都是属于豁然性的 但是修默认为 这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或者质疑 因为这样的观点是超越了经验的 毕竟我们还没有见过不死的人 或者太阳不从东方升起的时候 那如何对这种看似必然的现象进行怀疑呢 我们来谈谈人们的推理方式 修默将人们的推理方式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按照知识进行推理 那修默的知识是来源于直观和经验的知识 所以用知识进行推理就是用直观和概念进行比较的推理 比如你看到的一个苹果 说这是一个苹果 我们看到的一个苹果的直观和心理的苹果的概念进行了比较 那第二类是按照证明进行推理 也可以理解为演绎推理 比如说数学或者几何学的证明就是这样的证明性的推理 那第三类是按照豁然推断进行推理 也都是类似于观念和观念的比较 那这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推理 是含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方式 而这种推理方式我们也可以细分为两类 那一类是建立在机会上的 一类是建立在原因上的 如果把因果推理看成一种是概率性的判断的话 那就可以分成机会概率和原因概率两种 但是这两个词的核心其实是概率 比如我们在抛硬币 在抛硬币下落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正面或者反面朝上 那这个结果是随机的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机会随机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 那换句话说 休默认为一个不知道原因的结果 我们称之为机会概率或者说随机概率 那我们更进一步 休默给出了随机概率的三种原则 第一个是机会是对已知原因的否定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原因的 比如正面还是反面朝上 这个跟天气啊 谁抛啊 或者在什么地方抛 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第二个机会具有同等的可能性 也就是机会是均等或者说是中立的 也就是我们在心中对各个机会的信念是相同的 比如我们抛硬币一百次 那在一百零一次的时候 正反面的机会依然是均等的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机会中具有潜藏的原因 那休默认为机会之所以无法被掌握 一部分的原因是人类对原因的认识不足 一部分来自于人类不断变化的信念 人类对结果的认识不完全 对机会的难以把握 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们对原因的认识不足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有点类似苏格拉里说的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其实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否定和质疑 那介绍了机会概率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原因概率 如果说机会概率是说一种没有原因的结果是随机的 那么原因概率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原因的范围 但是具体的原因是不确定的 休默把原因概率分为三类 但是来源其实都是相通的 都可以归纳为是观念与出现观念之前的印象之间的连接 那第一类是逐渐趋向于恒常结合的原因概率 休默也称之为不完全经验概率 那在这类原因概率当中 当某个印象与该观念的连接次数越多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信念就会与日俱增 原因概率也会增加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坚定 那太阳下一次也会从东方升起 那第二类是类比原因的概率 这是一种对前后现象对比 而推出原因的一种思维方式 休默说 所有根据原因或者结果而进行推理 都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的 也就是说任何两个对象在过去的全部经验当中 都是一直成对出现的 或者说恒常结合的 以及另外一个对象和之前两个对象任何一个的类似关系 那这句话不是很好理解 比如我打一个比方 那比如古代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他发现只要他连续摸三下鼻子 然后天上就会下雨 那这种经验每次都被验证是灵验的 所以他建立了摸鼻子和下雨 两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同时他还用类比原因概率去推测 他认为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德高望重的老人 如果他连续摸鼻子三下的话 可能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类是非恒常结合的原因概率 又称之为相反原因概率 顾名思义 就是说这类原因概率中 永远存在与自己原因相反的结果 或者说同样的原因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 比如小明的妈妈认为 上课认真听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原因 但是他又发现小明的同桌 上课并没有认真听 但是学习成绩也很好 或者说小明即便是上课非常认真听了 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不好 有时候原因不变 结果却截然相反 那有时候原因改变了 结果却没有发生改变 那这种现象就对小明的妈妈的固有认知产生了困扰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学习成绩的好坏有非常多的原因 我们是很容易发现相反原因概率的 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良性 永远存在与已知原因相反的结果 那更进一步 修默也认为任何已知我们都不能推测出未知 因此因果关系只是一种描述性的 是对已知经验的总结和归纳 或者说任何因果关系都只是一种概率性的推测 所以从上面的论证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修默之所以否定因果关系 其实他是否定的 我们对已经掌握全部原因的否定 没有掌握所有的原因 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对原因的结果 做出肯定的判断 只能是概然性的判断 这是修默对因果关系否认的本质 修默说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否认 无非是因为我们对产生结果的原因 还认识不足 那同时修默还提出了关于 非恒常连接原因概率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所有的豁然性中永远存在相反的可能性 第二个原则是 可能性与豁然性的本质相同 只是数量的差别 而没有种类的差别 换句话说 任何事情的结论都只是概率上大小而已 上课认真听 只能从概率上提升学习的成绩 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三个原则是 在任何精神现象与自然现象之中 一个原因组成的部分都有很多个 而结果也会随着原因数量的增加 而产生变化 那这个结果是多个原因相互影响的一个复合结果 在这里 修默更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因果关系 与传统的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 他给出了两个原则 那第一个是 每个对象对他自身而言 都不包含任何其他东西 他不能给我们一个理由 得出一个超越他自身的结论 那第二个是 即便我们得知了某些对象的普遍性和恒常性之后 我们也不能推出超越我们经验的那些对象 任何相关的结论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修默的意思是说 直观就是直观 现象就是现象 那现象中不包含任何的结论 那现象和现象之间 即便是我们观察到经常成对出现 但是我们也不能得出两个现象之间 有某种必然性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一种未知的 印象现象直观才是已知的 任何已知 我们都不能推测出未知 由已知推测出未知的信念 是一种想象 好了到这里 修默就建立了他经验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 他对因果关系的质疑 建立了他怀疑主义哲学的基础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期内容 开始分享修默的怀疑主义哲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